有请下一位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你们好 来 请坐 你好 你好 你们俩是母女俩还是姐俩 媳妇 我婆婆 儿媳妇 儿媳妇肚子有点骨 对 怀孕了 几个月了 六个月了 你带着你婆婆来找谁啊 给我婆婆找她的家 大家好 我叫黄雅丽 我来自安徽合肥 嫁入婆家三年 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 有一个深埋三十年的秘密 今天她要克服阻碍 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我婆婆是四川的 二十岁离开家的 然后现在有三十多年了 对 二十岁离开家还找不到家啊 在大山里面嘛 从来没上过学的 因为她 她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对 她是婚姻了 小孩子 本人自开之后家了 要带小孩子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了 干不好思 她就打 拿棍子打 拿棍子打 你不反抗吗 反抗你打不成了 打不过她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 是不大支持的 你嫁给他们家的时候 知道你婆婆的遭遇吗 我是三年前 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经过没人介绍的 介绍的 然后完了认识我老公的 其实那会儿也没相中她 就感觉她 又黑又瘦的 完了 年龄也比我小嘛 第一次见面 完了 她当时就问我 她说 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我说 我现在在学车呢 她说 那你现在学车的话 就是 尽量穿长裤啊 长袖啊 那个什么 衣服之类的 就是挺细心的 就是 完了 慢慢就感觉 有一点好感了嘛 相处了之后 其实我老公 没有更多的 提到我婆婆 更多的提到的是 她的爸爸 完了那个时候呢 我也挺好奇的 我就是说 一般不是说 提妈妈的多一点 或者是说 爸爸妈妈都提 但是我老公不是的 就是说 妈妈这一块 就是根本 很少提 对很少提 压根就没提过 心里面 就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 我在想 我婆婆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人 第一次 专方父母见面 见面之后呢 吃饭的时候呢 我婆婆从头到尾 就是都是没说话的 最多的也就是笑笑 我就说 哎 怎么回事 我说 我婆婆为啥 就是不说话 也断去之后 他们走了之后呢 当时我妈就是 拉着我就说嘛 说 女儿这个 你这婆婆行不行 是不是傻呀 还是怎么着啊 都不说话呀 其实我当时听我爸 我妈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我是心里面是不高兴的 我就反驳了他们 人家也是 儿子女儿都养这么大了 是不是 肯定说生活这一块 肯定是可以的 后来就是有一次 我老公让我去他家吃饭嘛 我心里面也是 也是也是想去解开这个谜的 就是 第一次过去的话 其实那一次也是偷着过去的 我爸妈他们都不知道的 但是我就是想去解开这个谜 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环境 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去的时候 我婆婆刚刚在厨房里面烧菜嘛 烧菜完了 我进去就打招呼 我说阿姨你再忙啊 然后完了我婆婆说 是的来了哈 感觉挺热情的 完了吃饭的时候 在饭桌上面就一直说 哎呀吃点菜呀 阿姨说的菜不好吃啊 你多吃点这样子的哈 那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婆婆挺好的 就是很容易相处的那一种 吃完晚饭回去之后呢 我就是也是跟我爸妈就说了这个事情 我说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子嘛 就是婆婆还是像正常一样的能生活的 也是能沟通的嘛 我和我老公的这段婚姻的话 也是我自己去选择的嘛 自己去 自己做主的 其实在我老公之前的话 给我介绍的就是其他的 比我老公条件好的肯定都有很多的 有的亲戚介绍那个 就是家里面环境比较好的 几套房 几辆车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多少家产什么的 我就想一个找一个特别 就是说踏踏实实的 就是说一般家庭的 就跟我们就是门当户对的那种吧 就想找一个过日子那种内心的 婆婆生活中对你真好吧 对 就是刚集完婚的时候 其实我们刚住在一起嘛 就是特别不习惯 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 自己衣服就是 我会自己给他提前给他洗好 有时候就是说没来得 没来得及去洗啊 我就会拿个盆呢给他装好 装好放床肚 床肚底下呀 还是放哪儿藏着 都让我都给找着了 找着完了都给我洗了 洗了就是每天下班回来 一看啊 梁台上面晾着衣服 我就感觉哎呦又特别不好意思了 我就跟我老公说嘛 我就说哎呀妈又给那衣服 又给洗了 我说哎呀 那我说太不好意思了 然后我老公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一家人那个衣服你还分开洗 那么见外就这样子的话 妈反而不高兴了 就这样说的 反正一开始就是不太习惯嘛 记得就有一次嘛 我那个 那衣上面的一个小挂件 因为我婆她洗的时候 是到那个外面 那个荷塘里面去洗的嘛 上面有个小挂件 就给敲掉了 她也不好意思和我说 我老公呢就是 后来跑房间里面 跟我说了嘛 我说那掉了不就掉了嘛 当时我也笑了哈 但是我就觉得我婆婆 是不是自己感觉挺累疚的 我说哎呀妈 我说那有什么呀 掉了就掉了 我说你不要 心里面就是觉得不好意思了哈 我说你那个帮我衣服都洗了 我还我要感谢你了 你还对我 你还觉得有愧疚了 还觉得不好意思了 对吧 从那个时候感觉 跟婆婆就是相处这一块 有更深一层的去交流了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婆婆的身世 那个时候也是刚怀孕 吃饭的时候呢 电视上面刚好也在播 那个寻亲的节目 当时就是家里面 亲戚就问呀 就说哎 舅妈那个 你那个找家那个事 怎么样了哈 问完之后 我公公上来就反驳了 就说了 她能找到家呀 她那么笨 她能找到家 问她什么 她都不知道 婆婆当时没办法就说 不找了 不找了 找不到咯 因为我公公那样说了 我婆婆肯定是害怕 就是 就是等客人走了之后 我是私底下 问我老公的 然后我老公跟我说了 她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都跟我说了嘛 她说妈妈是 在她二十岁的时候 然后完了在四川 泥兰那个车站嘛 被就是卖到了 现在这个家嘛 我公公嘛 对她也特别不好 也打她 骂她 怀孕了之后呢 就是 婆婆肯定就放弃了 那个逃跑的那个 对 那个念想了 我就觉得我公公 怎么能做出 这样的事情来 第一个 心疼我婆婆 第二个 我就感觉特别气愤 自己做错的事情 不知道去悔改 还婆婆做得不对了 本来就是我公公 做错的事情 她凭什么 不让我婆婆找家呀 反正每次只要婆婆 肯定就是说 说找家的这一块 她就这样去说她 还说她 笨啊傻啊之类的 我觉得她这个人 就是感觉特别没良心 你公公对你婆婆 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办 像现在的话 她反正是不敢打我婆婆了 她更多的就是 用言语嘛 去骂她 我上来 我就是会直接反驳她的 本来就是 记得有一次 就是家里面 也是来了客人 我当时是我们俩 在厨房里面忙 忙那个烧菜嘛 我公公当时 就直接来厨房就说了 这菜怎么烧的呀 你烧的是什么东西呀 你会不会烧菜啊 这个菜烧出来 是人吃的呀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了 我说不行你来烧 我说你要是不会烧 你就出去 别在这念念念的 念着饭 我就这样直接去反驳她 对我婆婆 反正只要什么事情做不好了 她就是就会去指责她 批评她 然后就是骂得特别难听的那一种 就是老东西这样 老东西那样子的 就这样子 从来就是说不把她当一个老婆去看待 我感觉我婆婆在家里面 就像一个佣人一样子 没有地位的 我觉得我公公这样对待我婆婆的话 反正我看着心里面是特别气愤的 因为她凭什么呀 更多的都是婆婆在付出 婆婆在做 你凭什么来说她呀 本身就是你自己的错 你还这么过分 对我婆婆来讲是特别的不公平 我觉得我婆婆真的忍受了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我心里面就是特别的 其实觉得我特别心疼 那你现在在家里和你姑姑的关系很紧张 不这么说话 基本上不说话 那像这种状况 你丈夫什么态度 也没办法 是他爹 对吧 我老公这一块呢 他更多的是为难 左边是爹 右边是妈 他会维护妈妈 有些事情 他肯定就会直接去跟爸爸去顶撞 然后 现在的话 爸爸这一块肯定就是说 也不敢再去动手了 那你婆婆真的是因为有了你在这个家里 还有点地位 我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特别喜欢那种 打抱不平 就是见不得别人受委屈 妈妈平常肯定是特别想她的家吧 对 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 那一天下午呢 婆婆在哄孩子嘛 发现我婆婆呢 盯着宝宝看 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 婆婆是不是在想家 所以我 一直也没打断她 也没叫她 大概也过了 有几分钟嘛 几分钟过去之后 就是小孩当时就醒了 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 看到我婆婆一老乡 她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 就说 找到家没有啊 可找到家啦 然后我婆婆 怎么讲 当时语气就比较 比较低落吧那种 不找了 找不到了 我当时听了 感觉 我就感觉 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 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 觉得特别的不容易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更加的就是 就是想帮我婆婆 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 帮她找 一定要帮她找到家 谁不想找到家呢 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 团聚 是不是 所以我婆婆有时候 她不是不想找家 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 其实心里面 肯定还是想找的呀 30年了 我婆婆呢 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 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 只能去想一想 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 一些委屈啊 都咽在肚子里面了 然后默默地去付出 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 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她找到家 让她真正的快乐起来 那你婆婆走哪都跟着你吧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 反正我有时候回娘家啊 干啥的 我也喜欢带着我婆婆 这以后就是让她当个娘家嘛 走一走嘛 这样也挺好的 就是让她就是不那么想家了 妈妈脖子上戴的是个什么项链 我婆婆那个时候在上班嘛 上班 她的工作是绿化 绿化 在树 一开始她是脖子上挂着是一个 像这样 类似这样的绳子 然后一个小吊坠的 然后后来呢 就是 我又发现 上面又多了一个小吊坠 就是直到后面呢 我就发现上面挂了一串 有四个 四来个那种 很好奇了 我说 哎妈 我说你这么多这个 从哪来的呀 都说啊 我干活捡的 就觉得挺好看的 那个时候听了之后 我就觉得心里面又开始 又觉得就是特别 特别去觉得就是说我婆婆就特别心疼她 那天下午刚好完了 那天我婆婆也没去上班 然后完了我们一起就是带小孩 带小孩就是说 去买的 去买的 对 我有时候会拿我自己的妈妈跟我婆婆去做比较的 我妈妈就属于那种比较调三减四的那种吧 有时候又看我婆婆吧 给她买了吧 就是怎么讲 还舍不得带的那种 有时候我就觉得 这同样都是妈妈 为什么都不一样的呢 就感觉有时候 反正更多的去心疼我婆婆这一块吧 你什么时候给你婆婆上我们这报名呢 报名的话是去年 看到我婆婆在看这个 等着我这个节目 我就发现到她在那看嘛 然后又流眼泪了 因为她在哭嘛 我说别哭了 我说现在我说我马上就给你 就说我也通过这个栏目我给你找 你替她找家 她高兴吧 刚她说了之后感觉就是 每天就是感觉就有盼头了嘛 就是反正心情很不一样了 这个小妹妹太了不起了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里面 有一种叫狭义的精神 今天她又穿那个红衣服上来 我听完她叙述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当代的红衣女侠 而且是很勇敢的 因为你直接捅了这个家庭的一个 麻风窝 麻风窝 将来你怎么面对你的公公 我觉得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她有什么意见呀 她能有什么意见 她本来她就做错的事情 那为什么有意见呀 是她自己犯的错 她为什么 为什么对我们这块还有所不满了 当然我也更愿意看到 你的公公通过这期节目 能够改变对你婆婆的这种态度 你这个公公当年应该是涉嫌 收买被拐妇女罪和虐待罪 应该恕罪并罚的 她最近还在打吗 还在打你婆婆吗 现在没有了 反家暴法规定 这种打骂和虐待是可以报警的 然后警方会依法处置 谁都没有权利打其他人 你只要是打 那就追究刑事责任 因为你的婆婆是买来的 这是由于你勇敢地站出来 你才会发现 你婆婆在这个家三十多年 第一次有了一个女主人的一个地位 第一次有了一份被认同 和被尊重的一个感觉 是因为你把她当婆婆 但是你公公没有把她当妻子 你的丈夫没有把她真正地当做母亲 是你帮她一点一滴地找回 我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站出来 当你看到一个生命被亲贱 当你知道一个生命被买卖 你站出来 对她好一点 帮助她找一条回家的路 让她回家 让她找到一个她应有的尊严 是所有人最应该做的事 我希望像你这样的儿媳妇多起来 像你这样的孩子多起来 也希望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多起来 告诉每一个被拐卖的人 没有家的人怎么回家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 就迅速帮你们排查 也许今天妹妹 也许今天能帮你找到家 也许找不到 你都做好心理准备好不好 来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书东如何帮你找的 请 来书东请 杨阿姨 黄女士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在等着我的荣媒体平台上 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的 要帮助杨阿姨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收集线索 开始帮助你们展开寻找 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 杨阿姨说她记得 自己的家乡是在一个叫做 米南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周围全是大山 她的判断应该是南方 自己是南方人 她还记得自己的爸爸的名字 叫做杨玉年 当时是宁南公社的队长 家里一共是五个孩子 除了她之外 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下面一个弟弟 有两个妹妹 杨阿姨大概是1987年的时候 被一个陌生人谎称说 带出去打工 结果就这样被拐骗走了 那根据以上线索 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 相关地区的警方 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展开了调查 我们首先在网络上搜寻林南这个地名 发现在四川梁山遗族自治州 有一个林南县 我们立刻前往林南县 进行实地寻找 经过寻找 找到一个叫杨毕生的人家 家里情况和李瑶树的有一些相似 而且在多年前曾经走私过一个女儿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 我们警方立即组织警力 对救护杨树人家已经实地走谎调查 救护救护人家 是不是您要寻找亲人呢 希望今天能带给您好消息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感谢观看 好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 三十年了 我婆婆想找家又不敢找 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呢 我就特别心疼她 在婆婆身上 我发现了太多的不公平 我想来帮她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在婆婆身上我发现了太多的不公平 我想来帮她 我想来帮她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她们转发现 Polis 我发现了太多的不公平 我觉得我两天 我发现了太多的不公平 速伴她 入手下来 希望之 hall 请回小权 作优优独播剧场——当下 一康复 替舍 我希望这次奶奶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答复 可以完成我婆婆的心愿 因为这个心愿肯定在她心里面 已经埋藏了有30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对不起 爸爸妈妈 来 把爸爸妈妈听过来 来 妹妹 找到家 哭哭了 来 来 把妈妈 爸爸听过来 妈妈 爸爸听过来 妈妈 爸爸 妈妈 爸爸 来 慢慢走 慢慢走 不哭了 不哭了 慢点 慢点 岁数大了 来 扶着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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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对见妈妈 妈妈 从活动里 找到妈妈 也不怪你啊 妹妹 你是被拐卖的 爸爸有多大岁数了 七十九 马上八十岁了 妈妈呢 妈妈七十五岁了 慢一点 两位老人家腿脚不太好 来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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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一点 来 让老伯坐在这儿 来 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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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少数民族 不是少数民族 不是少数民族 就是汉族 只不过是住在这个大梁山 遗族的那个自治州 妈妈还记得女儿吗 三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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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儿子 三个儿媳妇 这是女儿的儿媳妇 就是她帮助你们全家团聚的 杨大姐 杨大姐啊 您记得很多的信息 其实都是准确的 包括您的名字 杨碧典 但其实就记差了一个字 你其实叫做杨碧帝 儿媳妇一直在哭 而且是笑着哭 她找到了特别高兴 圆了我多年的一个心愿 爸爸妈妈这么大岁数了 在大山里信息不通 丢了三十年没地儿找去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也找了几张照片 是你家的老房子 哎 小玉 我们管你们要两万块钱啊 一万是补助 你看大山里的爸爸妈妈 家里很穷 另一方面 给这儿媳妇一个赞 给她一万 对 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 我们这个圆梦基金有一个宗旨 就是有募捐的钱 要帮助贫困的家庭 还有要张扬一种好的精神 刚才春卫保艳和陈局说 加一万 三万 好 谢谢 应该都给爷爷和奶奶 都给老奶奶 对 拐卖妇女呢 其实危害一点不比拐卖儿团 对受害人的危害小 凡是收买被拐妇女的 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同时触犯其他罪名呢 还要宿罪并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那时候是最高发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如果大家知道 哪个地方有收买的被拐的妇女 都要向警方提供线索 我们会及时解救这些被拐妇女 然后鲜除这些人贩子的团伙 儿媳妇 心满意足地带着婆婆 带着爷爷奶奶回家吧 婆婆终于找到家了 这一刻 雅丽无比欣慰 正是她的正直勇敢 才会为弱势的婆婆挺身而出 收获团圆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像她一样的人 帮助被拐的妇女和儿童 早日回家